近日山西消防总队水域救援队正在焚河北贡远河段进行水域救援潜水员等科目的训练 在中午休息时一名游客跑过来求救 说一名男子溺水需要救援 过来之后发现水面已经平静了 然后呢这个他的同伴跟我们讲其位置 当我们是60后发现那么没有 然后呢又继续向前的收拾 然后在他执政地方大概五米处 然后才等于 赶紧来来来快点 来 赶紧来来来 提救医生有吗 放点了放点了 放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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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来 不要 不要 someone 大家过去协助一下 协助一下 大家过去 协助一下 他们过去协助 � pse 安开 安开 张ви 先携,协助他发生,托上来 大家准备好 好,来来来 拖出水面来 先能拖出水面来 拖出水面来 拖着 拖着快点 来来来 拖出水面来 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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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将这名男子 拉上岸后 现场的急救人员 经过检查证实 男子的瞳孔已经扩散 但是急救人员和消防官兵并没有放弃救援 立即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希望能把这名男子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救上来以后生命体征已经没有了 咱们上来以后 首先就是观察他的痛苦意识都没有 然后就是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心肺复苏 然后清理口侨呼吸道 一直心肺复苏到120的医护人员到达之后 不幸的是 虽然经过大家的全力抢救 可这名男子却再也没能睁开眼睛 永远失去了生命 据我们了解这名男子今年30岁左右 常治人 此次来太原是走亲戚的 在现场虽然我们看到不止一处水深危险 禁止游泳的标语 但是仍然有些人对这样的警告置若罔闻 忽视了野外复杂的水下状况 咱们下去以后大概有多深呢 这个位置 最深的位置能达到8米 它已经沉下去有8米了 那咱们下了水以后 有没有遇到些什么阻碍了困难 第一个就是能见度不够 基本上在3米的位置就看不清 只有把手放到自己的脸前 才能够看人出的事 然后呢 第二个 之外就是到3米往下的区域 就非常冷 很冷很冷 怎么说呢 水下的温度实际上可能连10度都不到 就是非常非常冷的这个感觉 据山西省消防总队水域救援培训队的队员介绍 仅在他们集训期间 这个水域就发生过两起溺水事故 在这儿我们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想要游泳避暑 一定要到正规的游泳馆里进行 野外水域水下情况复杂 容易出现不可预知的情况造成危险